台湾的经济也快要被打回原形了 那么今年公布的经济成长率 现在目前预估今年或许有2%左右了 今年也是要面临非常辛苦的保二大战 为什么经济不好呢 因为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那么我们出口到哪里呢 美国欧洲 美国欧洲不景气 所以台湾跟中国大陆同样的情形 出口打趴了之后 经济当然一蹶不振了 怎么样来提振出口 尤其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说 跟中国大陆一起合作来搞出口 有这样的可能吗 台湾自己的问题又是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连线商业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 吴施豪 吴副院长来跟大家聊聊 吴副院长你好 是 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台湾商业发展研究院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属于官方的还是半官方 还是有一些民间的色彩在里面 是 这个单位其实是6年前成立的 但是是5年前正式运作 它是经济部 当初成立的时候是经济部的一个智库 发展智库 但是这个资金的来源 是民间企业占了50几% 比政府的资金还多 当初成立主要是帮助台湾的商业服务业的产业的升级跟转型 那还有就是商业服务业的这个国家 在这个政策的这个拟定跟推动 那大概是就是早期我们就是商业研究 但是从今年年初是徐崇仁董事长 是 就是统一退休的那位 对 我们Seven的总经理 因为他有多年的事物经验 所以那时候的经济部长 实验部长就邀请他来担任这边的董事长 那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定位做了一点调整 从过去纯 就是比较商业研究的角度 我们稍微转型就是商业发展 真的要跨入市场了 对 所以感觉您这样子的位置 民间官方各占一半 虽然民间资金稍微多一点 而且你们请了徐崇仁 所以感觉上民间官方的资源 应该都可以磨合得很好 不过产观学 理论跟实际都能够起头并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现在好像民国99年开始 就是也是在这个四年前 推动了优质评价新新市场推动方案 既优质又评价 对于新新市场的开发 我们先说新新市场定义是在哪里呢 中国大陆 印度 印尼 越南 还有菲律宾 这些所谓的新新市场 优质评价为什么是你们的诉求呢 这样的方案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 我大概跟各位观众朋友 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是从2008年 金融海啸开始 我们国家对欧美先进国家的 这个出口值就开始衰退 所以过去我们太仰赖 就是出口到欧美先进国家 那经济部国贸局就发现 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方向 那调整方向就委托了 我们的商法院 我们现在简称 就来做一些研究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新兴的市场 新兴的国家的市场 他们有商机 然后我们也有优势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 赶紧抢占一些位置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大概就是有三个步骤 一个就是where to go 我们要到哪些国家去 what to say 我们要卖哪些东西 卖什么 第三个是how to win 我们怎么在这些国家 我们能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跟他的会顾 所以我们是经过这个 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分析 这个分析 我们在前面三年 我们针对的国家 确实如主播所说 中国大陆是从过去最大的 工厂到最大的市场 所以我们在前三年 把中国列为一个主要的 一个进入的国家 除了这以外 还有就是印尼 印度跟越南 像印度越南也是全世界 这个前几大人口国家 那我们会针对这些国家 我们考虑的刚讲where to go 就是说他的人口红利 他人口数非常众多 那第二个就是 他的人口非常的年轻 他们的族群大概都 平均的年龄 这个国家年龄 大概都在二十几岁左右 那还有很重要就是说 他们的GDP 这负荷成长率 大概五年左右都是在五%以上 都比台湾高啊 这些市场市场 对 它们都是快速的成长 而且这些国家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我们的分析 它的这个家庭户 它都是从这个脱贫 转入小康的这个阶段 而且每年是大幅的 这个比例是大幅的成长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些商机 就跟台湾蒋经国时代 经营场率最非土飞猛击 对 差不多那个时期 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些商机 那有这些商机之后 我们再来分析 在这些国家 它真正的这个 哪些类别产品是 我们可以切进去的 那当初因为贸易局 政府的政策 我们就想说是希望打 这也是我们过去 在欧美市场 我们大部分都是打 就是我们的关键零组件 我们是OEM的方式 没有品牌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策略 就想说 是不是我们来打 我们的有品牌的产品 我们打的就是 Final Goods 民生消费品这些 然后在台湾生产制造 这个可以增加台湾的就业率 那还会是 而且是有品牌的产品 我们希望针对 这样子的特色的东西 我们带到这些国家去 那刚刚您提到说 为什么叫优质品价 其实我们在这些国家 城市我们的分析 有两个区块 是我们可以切进去的 一个区块是在中上层级的 就是这些产品 它可能已经有欧美的产品 进到这些国家了 所以这些产品 它是这个产品 这个品价格已经很高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打的就是 优质产品评价化 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产品 进到这样的中上层级的 这些类别里头 我们比欧美的产品 我们的品质跟它一样 但是价格比它便宜 所以叫做优质产品评价化 那另外一个是 中下层级的这边 那也就是说 台湾的某些产品 我们可能无法 跟欧美产品竞争 但是我们跟 这些要进入的国家 它当地国的产品 我们这个价格跟它一样 但是我们的品质比它好 所以我们叫做 评价产品优质化 所以是上面跟下面这两个 我们找到这个机会 我们切进去 所以有量才有价 这就要在股市里 跟在这个商场上的说法 是完全两极 其实你如果要有 好的便宜的价格 你量一定要大 所以这些中小企业 小小一家公司单打独斗 自己到越南去卖鞋子 可能也卖不过当地的 或者甚至在当地设厂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商业发展研究院 也就是说这个 优质品评价新市场 推动方案这个理念 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整合 可能整合几家小的鞋厂 一起去 假设越南好了 那么因为发挥的 这个族群多 仲效也大 鞋子的样子也多 可能本来这家做女鞋 你帮他找一家做男鞋 再帮他找一家做球鞋 做雨鞋 高尔夫鞋 什么鞋都有 然后呢 你们也可以 因为有这么多的 多样化跟量 所以呢 你们也可以占领 比较大的通路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整体规划的一个车 这个是其中一部分 您主播提到这个概念 我们提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今年会带着一家叫做康阳辅具的厂商 辅具 辅具 台湾大概有每十台的轮椅车 大概七台就是他们生产制造的 衣材方面的 因为在印度这个市场有一些商机在 那为什么不进到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也有很大的商机 但是因为中国大陆它制造也非常强 所以我们的厂商进到中国大陆 它的产品很容易就被模仿 对 价量很难竞争 对 商材板就出来了 那我刚刚谈到就是说 我们除了它有商机以外 我们的厂商有没有这个优势 那我们分析 因为印度它是制造也比较不发达 所以这个厂商进到印度 它相对就比较没有当地的这种竞争对手 他们的模仿学习也没那么快 没错 那它这样进去 它现在在印度已经有大概1000个经销点 那除了它自己的产品 相关的像这个Home Care或Health Care 就是健康照顾的这些产品 都可以透过它这个品牌 卖到印度的市场去 所以是不是这一家 它本来是朝向中国大陆 就是一般人的思维吗 因为每个市场那么大 它如果没有钱一一去考察 因为因缘忌讳 它去了中国大陆 可以发现钱很难赚 后来找你们咨询之后 你们跟它建议了印度市场 是这样的状况吗 对 其实他们自己也有在做分析 就是中国大陆虽然有商机 但是因为竞争的因素 所以它相对进去 它获利的机会就相对比较低 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中小企业 都知道有商发院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么请问你们是怎么样开发客户 所谓这个客户就是需要你们援助的中小企业 OK 我们刚刚介绍就是贸易局在四年前 有这个计划之后 我们在这三年前面三年 针对中国 印尼 印度 越南 我们每一年都做很多的商机产品的研究 跟消费者行为的调查 这个调查都是初级资料的 不是只有次级资料 买他们的次级资料以外 我们是直接 我们每个国家都有大概三到四位研究员 进到这些国家去做的 驻地的研究员 没有驻地 但是我们是一年派出好几次 因为这里头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语言 我们要调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英文沟通 但是当地国它消费者无法用英文沟通 所以我们是委托当地的专业调查公司 所以你们如何取得正确的数据跟资讯呢 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研究设计 市场调查都是我们在设计 我们去指导当地的调查公司 帮我们收集资料 收集完之后我们来做分析 所以他们是当地的公司是做执行的动作 所以这三年来包括今年第四年 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城市 他们的刚刚讲这些生活形态消费行为的调查 那我们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出来 我们会对外公开这些研究报告 而且我们也会除了在一些媒体 专业媒体杂志这个报道以外 我们自己的资料库也可以供这个业者参考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大概也会举办公开的论坛每一年 所以透过这些资讯 很多的这个业者慢慢发现 商发院有这个功能 我这个功能跟刚刚您讲 在冒险过去在民兵展有点不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精准行销 精确准确的这种行销 也就是说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这个产品要到 比如说到印尼去 我知道我要打的目标顾客是 男的女的 她的年龄层 她的职业 她的社经地位 她的所得 她的生活习惯 她的需求是什么 而且我很精准的 是找到一个有力的定位 然后我们做四地化的行销策略 请问一下副院长 假设现在有一些厂商 他碰到撞墙旗 他走不出去 请问适合跟你们联系 你们适合辅导的是什么样规模的企业 那他们又能够从现有的 在台湾的平台 或是国际的平台当中如何去发现你们 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需要帮助 大家可能完全不知道你们这个组织 那么也觉得说 要跟一个办官方的机构 会不会很官僚 这个行事要盖好几个图章 是不是行政效率很慢 不会不会 什么样的组织适合有多大的规模 有没有限制说营业额要多少 或是你的产品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才适合跟你们联系 而且联系得到你们吗 你们是主动开发 还是你们有一个很open的网站平台 可以让这些需要求助的中小企业跟你们联络 是 直接就打商业发展研究院 商业发展研究院 对 或者商发院 进到我们的网址 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服务的讯息 我们都是 我们也有主动 那就是说刚刚讲 我们讲发现商机 我现在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去年印尼这个市场 印尼这个市场它有两亿四千万人口 是 85%都是穆斯林 是 回教清真产品 其实也很有商机 对 它的商机里头过去 就是说它因为穆斯林 他们要求在食品上要求严格 对 不能有猪油都不行 对 不能猪油 不能有酒精 对 那所有的食品都要有这种 清真认证才能贩卖 对 那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 就是它的日用品方面 日用保养品这方面 没有这个要求 那没有这个要求 我们的商机在哪边 我们就问了消费者 假如说一个不知名的品牌 假如有做了清真认证的话 它愿不愿意去尝试使用 对 我们的这个访问里头 受访者三分之一告诉我们说 即使不知名的品牌 假如保养品有做清真认证 他们愿意来使用 好 请问一下 你们辅导这个企业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或许下次我们再针对一些 特例在分析点 那你们有收取任何的费用吗 我是代替这个全世界的 可能很多台商他们在发问 可能他们网路打进去 可能有些真的很艰困 他想要知道说会不会有费用 等等之类的 好 我们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每一年我们会有 四到五家的厂商 是我们叫做示范体系 只要写申请书 那政府是免费辅导的 政府 因为你们是办官方 办民间组织 政府给经费我们免费辅导 只要他入选 这是经过贸易局公开征选 可以网站上都讲得很清楚 对 都会有 那另外私人企业假如说 有想要找我们辅导 那就是另外我们会收费 OK 反正case by case 再来谈 对 对 对 也可以就是参加这种征选 那就免费 像我们历年已经付到了很多 大概十多家厂商 包括今年 所以我觉得办官方 办民间组织 其实更灵活有弹性 可以结合民间 跟这个政府的一个优势 所以大家不要再抱怨政府了 其实这些民间组织 还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 最后再给大家一些 你们所研究的发现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也希望 有这方面的资讯 就是说有一些所谓 中国大陆之外的亚洲新兴市场 您可不可以举几个地方做例子 包括了什么印度 印尼 越南 菲律这些 简单来说 这些哪几个市场 现在比较适合发展的是哪些产业 可不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最近研究 像刚刚讲 印尼就是其实美容保养 印尼的美容保养 或是时尚 时尚 印尼 那印度我们的发现刚刚讲 这个衣柴福剧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水是很大的问题 印度的水 对印度好脏 对 所以我们今年有一个辅导厂商 就是净水器的厂商 它也会带了大概十几家的厂商 联合进到印度去 就是相关的这个家庭的绿能跟洁净 就是用水的这些 它该不会是从恒河的水来过滤吧 不会 不会 它是有新的发明 可以把这些水的浑浊 或者说它的污染 可以把它降到非常非常低 得到我们国家的很多奖项 是 还有呢 越南跟菲律宾 像越南我们是 有一个有趣的发现 就是越南机车的民众是很多嘛 骑机车 对 骑机车 所以那个也是衣柴是有一个商机 就是常常会出车祸有意外 是哦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些商机存在 所以大概在 那当然其他国家 我们其实我们有 就是在这些国家 我们大概有14类 我现在大概不是每一句 有490几个品项 是觉得都有机会的 对 太好了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 哇 台湾经济好倒退 然后大部分现在又很难竞争 该怎么办 其实那广大的东西 还有我们的邻居 都会是我们的好伙伴 所以我想说今天是第一次 跟这个商发局的 吴副院长连线 那么稍后呢 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可以固定来做一个合作 来谈谈就是说 针对几个重要的新兴的品项 像这个印度的水 大家就很好奇 大家去印度玩 一定印象很深刻 简直是这个河河水 大家在里面变尿洗衣服 连那个五星级六星级的hotel 的床单也是在河河水洗的 那还得了 所以针对几个比较有趣 或者比较新兴的项目 或许我们以后在日后节目当中 再来深入来谈好不好 是 好 非常谢谢吴副院长 稍后回来亚洲大现场 继续为您播报最新消息